台东泰马里金针山最近是开了上百座的樱花十分美丽 在这次228连续假期 很多民众就出游到泰马里山上去看樱花 不过却也发生了民众用卫星导航上山却迷路了 警方提醒民众如果要上山赏花 除了做好车辆保养 尽量不要用卫星导航以免迷航了 今年因为暖冬关系原本农历年前后 就会盛放的金针山樱花 近日陆续绽放 桃红色的花朵在山头绽放没不生收 那个警方都宣导说不要用卫星导航 对对对 为什么不准 不准 常常用卫星的都迷路 都迷路 对对 所以你们都不会用 没错 所以下面有警告 有警告 我们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上来 对啊 警方在宣导说不要用卫星导航 我们没有用卫星导航 没有用卫星导航 山上 过去时常发生外地民众上山散花 因不熟悉路况以导航带路 却因此迷路 向警方求援的案件 因此警方也特别提醒民众 切勿用导航上山 我们这边的金针山上 因为卫星导航迷路的民众很多 所以如果上金针山散花的群众 可以来本所询问路况 我们可以提供景点给大家观光 但是千万不要使用卫星导航 因为多次迷路的人很多 警方也呼吁要上山的民众 也要做好车辆的保养 以免面临车辆故障而求助我们的窘境 记者潘俊伟 太马里相报道